国道客运撞毁了半边 面目全非的外观 让人担心车上乘客的情况 车门打不开 受伤乘客从车窗被抬下来 救难人员驾踢 从车窗进入车内救人 因为车门的地方已经扭曲变形 无法开启 好险车上的人全都清醒 一一被救出送医 这是清晨三点多 国道周山高北向202.8公里 彰化路段发生的连环车祸 还有大货车翻覆在路中央 警方初步调查 大货车追撞前方连结车 之后被客运追撞翻覆 客运冲到内线 又撞上一台白色自小客车 受伤的都是客运上的乘客 一开始被追撞的连结车 没有停留在现场 警方要追查驾驶 导案说明厘清灶泽 另外国道三号南向大溪路段 也有事故 施工人员正在摆放三角锥 这辆车突然右偏 把人撞倒了 意外发生在三号晚间十点多 国道三号南向60公里 桃源大溪路段 被撞倒的工人是53岁的杜姓男子 右手臂刺裂伤 左大腿疼痛疑似骨折 正要封闭施工的车道 车子怎么会撞过来 前方表示女驾驶没有酒驾 疑似精神不济 车子一偏撞上 正在摆放三角锥的工人